我們先來模擬BP好了 有稍微想了一下 我覺得京東在紅藍方都要BAN藍寶的 阿當然不否認阿 369玩了這麼多藍寶他有可能 是放出來一場藍寶的一場 可是如果 369的藍寶沒有自信 或者是被破了 京東就要兩邊都BAN 因為你們看一下京東的BP 每一場都BAN藍寶喔 幾乎每一場 藍寶藍寶藍寶嘛 打KT的時候全BAN了 打李寧 雖然說李寧的上路不會玩藍寶對不對 可是他不放心嘛 第一輪沒BAN 第二輪還是BAN了 那再來 這邊也BAN了 然後後面這邊兩場是沒BAN 因為這個時候BLG上路 這是什麼 這是第二天瑞士輪第二天的BAN 這個時候還不會藍寶 BDS的上路不用多說嘛 亞當也不會藍寶 所以他藍寶通常是自己扛了 如果藍寶沒有解 通常是要扛的 那妮可我剛剛講過了嘛 T1通常是要BAN的 那京東現在甚至有機會把他戳到輔助 有機會 那菜雅的話 我其實在想啦 T1 要BAN菜雅嗎 這邊打 李寧三場都BAN菜雅 那如果打Ruler的菜雅 我想一下 要BAN嗎 反正藍方的T1是不可能BAN菜雅的嘛 因為古馬遊戲可以自己拿 可是我覺得這邊要想一下喔 京東到底要不要BAN菜雅 我的邏輯是這樣子啦 因為菜雅其實他的打線不是到特強的AD 所以如果我放給T1菜雅 只要不要給他菜雅瑞空的話 我覺得下路的壓力起碼不會這麼大 而且可以把戰況拖到京東喜歡的中期去嘛 所以 京東有沒有可能選紅方 明知道紅方要BAN一些角色 還是選紅方的原因是不是可能 是想要放菜雅 那如果是這種局的話 我覺得T1要考慮把瑞空按掉 因為那個局會變成這樣喔 各位你們看 假設這邊瑞空 假設這邊沒按 我這邊菜雅 對面就選一個什麼瑞空 加一個什麼 隨便 隨便一個什麼 傑弟 就是這種 對著發育的 你這邊最多選個巴德吧 或者是選個什麼 這邊可能是瑞納達 反正就是 隨便選一個輔助 反正這個局 就會變成說 會進入T1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節奏 或是什麼 加文什麼的 但我們現在今天 我現在討論的 重點是下路線 不過其實啦 差雅 這個英雄配什麼輔助 他的強度 就是沒有一般的打線AD那麼強 喔你說 你們說第三組是不是 第三組 我覺得 他對於Carrier來說 並不是特別 順手的英雄嗎 因為 栗三卓主要是 阻止瑞空 先手換血 就是那個台嘛 可是如果今天打線都不要台 栗三卓能幹嘛 栗三卓不可能 E上去W人吧 這種局很難發生 栗三卓打線超級弱 手超級短 這個局就只會輪圍發育 啊輪圍發育 就京東會喜歡一點 所以我不覺得栗三卓 出場的可能性高啦 比較低一點 我不要說死 因為這次世界賽真的太多意外了 所以我也不要把話說死 啊好 反正這裡來來 那可是如果這裡我 T1把瑞空給BEN掉 那畫面會變成什麼 可能他就要選一個 什麼大東了嘛 對吧 或者是傑莉之類的東西吧 或者是克里斯達嘛 可是這種東西的話 假設我硬配一個 艾希什麼的 也都說得過去嘛 對吧 我撐到中期 我古馬遊戲還是有那個強度在 MISSING玩不到他最強的瑞空了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舒服的一個 就是可以拿剎牙 又相對的比較舒服的一個方式 那畢竟現在 紅方就是有一個 微選輔助Counter的優勢嘛 你只能想辦法把線打平 這個就沒有辦法 能打平就很不錯了 我覺得這個組合 去打對面這個 應該還可以接受 或是什麼大東嚕嚕嘛 對吧 就是這種類似的東西嘛 相對的能接受這個對局 如果是大東嚕嚕這邊 就不一定是艾希的嘛 也有可能是納爾第五十之類的 放凱特林 啊 對這個就是我覺得京東紅方 壓力很大的局 你這個地方不BAN瑞納達嗎 我覺得瑞納達的優先級 被凱特林高啊 那我尼可不BAN 對尼可京東可以不BAN 凱特林 對京東尼可可以不BAN 那這邊就看T1 要不要接尼可嗎 可是菲克會接尼可嗎 這版的OP角實在太多了 所以紅方才會 看起來比較有用 因為強勢的 英雄很多啊 我覺得京東不一定會BAN尼可耶 因為T1的優先級比較低 除非菲克在場 才有可能嘛 T1是會玩尼可的 我知道啦 打KT的時候有選 可是他們世界賽目前還沒玩 所以我也沒辦法以這個去推 以現在的優先級 只能說 凱特林的優先級 跟瑞納達的優先級 還有藍寶 比較高一點 剩下你很難去講嘛 BAN瑞就只有三個而已 然後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京東可能要把 中野的強度搭上來 所以可能 京東會選什麼 悟空啊對不對 阿里對不對 非愛 阿里 之類的東西嘛對不對 也是有 可能是那個什麼 星朵拉里星 那這種畫面 369是不是就要去承擔一個 假設軟斧 這邊可能他在選一個軟斧啦 隨便一個軟斧 隨便一個軟斧 我只是假設性而已 假設性 這邊是一個軟斧 我這邊京東就要去BAN 宙斯的鬥士角了嘛 不然我這邊假設選一個惡兒 屁股不就裂開 或是什麼選格納爾 或是選惡莎斯也是 喔 惡莎斯 阿 我知道我知道了 這邊不一定是 這邊不一定是軟斧 這邊應該是惡莎斯 如果有惡莎斯的話 當然啦 前提是這裡還有惡莎斯啊 因為T1 其實在最近的兩場比賽 把惡莎斯的順位有搭高 你看 2-4 2代表 紅方的一二選 4是紅方的三選 所以在第一輪就多選了 所以 也是有可能這裡惡莎斯被拿走 但如果假設惡莎斯沒有被拿走的話 這裡大概就要扁兩隻嘛 第一個是關 再來是納爾 雅寧沒不扁 如果你是 京東的話 你要扁雅寧 關 還是納爾 感覺雅寧納爾比較難處理一點 我覺得用關節有說法 我覺得 紫凱 打線是沒有問題的 他單殺那波 我們不討論 但是他打線起碼是贏的 可是要帶點燃啦 紫凱不知道為什麼沒帶點燃 怎麼可能放惡莎斯 所以我就覺得京東紅包很難做啊 各位 我們在這邊光用推的都覺得頭很麻了 我就問你們嘛 打T1到底要怎麼BPR 你用想的頭都很麻了 或者是阿里不要這麼早拿嘛對不對 反正Faker 現在拿阿里的意願比較低一點 假設這裡是球女好了 假設這裡是球女 那我阿里往後擺 這樣子或許也可以嘛 那代表說京東的惡莎斯順位要拉高 可是我們看一下京東的惡莎斯順位怎麼樣 京東惡莎斯的順位 4就紅方第三選嘛 他不是一二選喔 6 藍方的四五選 也是6 369在這次世界賽的 選角位幾乎都是往後放的 京東 以京東的習慣 所以 369的選角大概要落在 這個地方有沒有 下面這裡 大概要落在這裡 所以惡莎斯 會擺這麼高順位 我很難相信啦 可是惡莎斯確實有那個價值嘛 對吧 八強賽的時候 七勝一敗 再給大家看一次 有沒有 他要拿阿里就不會第三選選了 對啊這邊不一定要阿里啦 阿里可以往後擺 京東這次可能真的要把 上路的順位往上拉 如果京東真的要贏T1的話 上路的順位應該要往上拉 這樣講其實應該也比較合理 因為我選紅方就是要把 Counter位留給 留給下路嘛 那上路確實 應該要往上拉 我覺得從T1第一邊開始模擬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講個大概而已 因為你真的要模擬T1的BP 已經沒有意義了 因為那個變數太多了 我連他們要BAN什麼 都沒辦法猜出來 T1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有可能要BAN妮可啦 這個地方要BAN妮可 然後拿球女 我覺得T1只要做到 BAN妮可拿球女 中路應該會舒服很多的 不過如果這個地方 他拿阿卡莉出來 閣下又該如何應對 或者是辛朵拉 那球女壓力也是特大 不過我覺得Faker 不見得扛不住吧 總要有人犧牲嘛 如果T1要走這個局 的話肯定還是要有人犧牲的 是不是就考慮讓Faker扛一下 去扛他的阿卡莉 或者是阿迪辛朵拉 之類的巴拉巴拉 啊對呀還有蔡雅 啊有蔡雅不可能不選啊 唉唷 太亂了太亂了 反正我們就講個大概就好了 我們我覺得 這個東西已經不是 我們能操控了對不對 我們積分看了 過往的戰績對在你看了 還是想不出來那沒辦法 說明了兩件事情 1很亂 2我很笨 那沒辦法嘛 T1不會玩蔡雅 T1會啊 喔對對 順便給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BP這個啊 之前 之前我們 我在PSG的時候 我們賽前都用這個模擬啊 就是類似這樣 就是模擬 雙方要怎麼BP這樣子 就是會 拳手圍在教練後面討論說 欸欸欸這裡要BAN什麼BAN什麼BAN什麼 要拿蔡雅不會BAN瑞空 喔 BAN瑞空這個點我已經剛剛提過了 主要還是 因為 不想讓 京東中期團戰太強啦 假設這邊拿蔡雅 右邊一定會直接拿瑞空的 MISSING的瑞空是超級強的等級 你總不可能 你都首選蔡雅了 你還指望拿到瑞空吧 那 蔡雅瑞空會不會太無 無敵 T1感覺蔡雅優先級不會那麼高 對啊 所以我覺得京東是很有可能放蔡雅出來給T1做選擇的嘛 如果你不選 我就拿啦 而且你們看這裡喔 我說要選瑞空還有一個原因是 如果今天啊 今天我 這邊真的決心不拿蔡雅對不對 我再怎麼樣都不會讓 京東在這個地方拿到蔡雅瑞空吧 如果這個地方他拿到蔡雅瑞空好了 喔我感覺也是超級麻的那種等級 蔡雅瑞空在這次世界賽是最強的下路組 如果這個地方我假設我不ban喔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我單給他一個蔡雅 我覺得可以接受嘛 對吧 我是T1的話感覺這樣子是可以接受的 我再來玩什麼法洛士什麼 東西去噁心他就好了嘛對不對 可是剛剛拿到蔡雅瑞空我覺得就 很不舒服 喔對對對我剛剛還想到 我剛剛 我剛剛還有講到一個點就是 假設這裡是T1好了 呃如果京東的前三邊 還這邊還是一樣的話 我們這裡一樣的話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這裡 我拿克里斯達 然後 右邊 選什麼 蔡雅 或者是艾希什麼的 對吧 或者是他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的 EZ 卡瑪之類的 鬼東西對不對 就想要去 Counter這個克里斯達嗎 或者是大東露露之類的 然後我再選個 法洛士 這種打線更強的去跟他 護頂 法洛士AD 克里斯達就去輔助 那這個局就是回歸到今年春季的時候 不是艾希加Ezer啦 是卡瑪啦 我的意思是說有可能這個地方 是選艾希加上某個輔助也是有可能 啊 對對對對對 講得好 應該是講得太好了 如仙有沒有可能出現 大家不要忘記了 每次我們在覺得 露仙是廢物的時候 T1總是會率先拿出來用 有沒有印象去年 去年世界賽 露仙 就是在世界賽前不是還被砍那個 跟納米的聯動嗎 就還是被T1拿出來 那這個版本的路仙 其實也不只配納米喔 這版本路仙可以配什麼看一下 納米不用多說嘛 可以配 可以配米利喔 然後G2 其實配過一場納蒂魯斯 如果真的要選路仙的話 可能要一次選一個組合吧 就是在藍方的 二三選 或者是 四五選 就 如果 T1 下路仙到 四五選都還沒選的話 有機會拿路仙吧 就是很多AD被ban掉的話 路仙是有機會出吧 瑞納達 對瑞納達一定被ban 布朗姆 你說路仙布朗姆喔 不是 路仙布朗姆 阿如果對面選軟斧怎麼辦 直接 直接辣掉耶 那是說我覺得路仙是有機會的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喔 你們有沒有 看過那個 G2教練啊 有 有說他們那個 團練有沒有 有跟T1團練有沒有 G2 2023團練結果 G2是在打 這場 選的路仙對不對 然後他最近一次團練是跟誰 跟T1被零四 那他打前面打這麼多團練 幾乎只有被T1虐吧 對吧 所以他很有可能去抄T1的東西吧 那他捐具的時候 就選路仙了 只是 他那場路仙配合是娜第五師啊 有沒有 路仙娜第五師 10月21號 對還有伊澤 我覺得某方面 G2其實跟T1蠻像的 對吧 只是 營運比較 弱一點的 打線比較弱一點的 T1 路仙 伊澤 達瑞文 他弱很多 但是他概念是這樣子 他們也是不ban 克里斯達的對不對 他們也是不ban的 可是還有扣格摩 T1是不可能玩扣格摩的吧 還是到時候又選了 又打我臉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反正 以前我打 我在後勤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 我們會 後勤會自己先討論出 好幾個版本的這個 BP 然後我們討論出一個 大致的結果之後 再跟選手 開會討論 大概開一個小時左右 不會開太多 因為主要教練會先討論過一遍 那最後呢 把這邊的圖 列印下來 大概去比在 場上後面BP 我是這樣啦 我習慣是這樣子 因為 這個時候 你在看對面的角色詞是什麼 已經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看這個也沒有意義了 我直接看我昨天討論出來的BP就好了 重點 我的佳文擺在哪 欸 講到佳文 你們看這裡 假設T1拿球女 京東拿菜雅 我這邊在拿一個佳文 感覺爽爽局欸 佳文又康 可是不對 這裡一定會拿佳文 京東又不是傻逼 也是有可能一搶啦 哎呀 真的很麻啊各位 我這邊為什麼會覺得T1 有機率把球女一搶的原因是因為 左手的球女啊 順位太高了 而且我覺得T1 目前的打法啦 菲克只是 不要出問題就好嘛 菲克就盡量不要讓他 被太多人干擾 等團 安穩度過就好了 所以你很早把Pick給他 也沒差 他就玩他自己的 你看他連阿契爾 他都願意輸40刀然後一直拿血去換 推線權 去支援呢 他還有差選什麼嗎 隨便選嗎 啊我跟你講各位 再怎麼做的BP都會有一個人特別爽 我覺得 京東 不管讓誰算 千萬不要讓 Ruder爽 其他都好 誰都可以讓他爽 可以讓369爽 可以讓左手爽 那唯獨不能讓Ruder爽 我看一下之前加文的順位 我講過了 有機會 我只是這邊沒有這樣寫而已 有機會 好不好 有機會 我要寫上去好不好 只是我說這個可能性是他的 左手球女 順位很高 所以這邊有機會 先拿 如果我是京東的話 我反而不會想要從下路開刀 各位 我會傾向讓下路玩 輔助型軟輔 然後 盡量穩住就好了 什麼傑利Lulu 大東Lulu 米利歐 大東 這種東東 然後中路去顯 強一點的 碰撞組合 飛亞拉里嘛 阿里悟空嘛 星斗拉里辛嘛 甚至阿卡利豬女嘛 賽爾斯豬女嘛 就這種東西 去打破 T1前面的節奏啊 這個是我認為 京東要贏 比較 好的做法 比起 突破 想辦法突破下路 就你們就看嘛 這個版本就是 T1發明的 下路 救急線拳的打法 你一時半回 你LPL隊伍真的學得來嗎 你一時半回喔 京東平常也不太玩喔 最近不太玩 春季有玩啦 可是平常 也好久沒玩囉 你一時半回 真的有辦法調整過來嗎 所以你只能 走一個 可能軟輔 配大C嘛 中野 強勢碰撞 他們本來就會玩 這個 比較像是他們本來會玩的東西 京東跟T1的勝利關鍵會不會最後看上路 我覺得 如果宙斯 能夠把369壓著的話 蠻有機會的 所以就算放給369惡薩斯 其實 T1還是有解吧 對吧 我官 納爾 雅寧 傑西 不要說納爾啦 納爾等前面壓的不夠多 傑西 官 雅寧 這三隻都可以讓369過得很痛苦嘛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喔 今天是什麼 我T1下路是 救急線拳組合 代表啊 對面的打野 不能去上路 如果你今天啊 Kanavi敢去上路 幫那個369 你下路就沒了 我直接打殺 就下班了 而且 Kanavi本身就不太會幫上了 的一個選手了 所以 如果 能讓 宙斯玩到這種 東東啊 那就是 一個很大的優勢 而且你們要想喔 京東 今天之所以為什麼會選紅方 他想要無選給輔助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無選給輔助 那是不是意味著你上路 如果T1想counter的話 一定能counter 對吧 啊你再怎麼樣只能ban兩隻 你不可能第一輪去ban一隻上路 所以你再怎麼樣 你如果敢拿二薩斯 你一定有一隻 會被有counter嘛 傑西 雅寧 官 這三隻宙斯都是 頂天的 T1感覺 不怕 Missing沒掉counter 好啊 你覺得Missing沒掉counter 我認同 可是 京東為什麼要選紅方 啊不就是為了無選輔助嗎 會選紅方幹嘛呢 不要說無選啦 起碼要後選一點嘛 宙斯也是很容易給機會的 感覺卡拉米設計打穿上路蠻簡單的 那個T1的後勤也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也會 跟宙斯講吧 沒有那麼容易吧 我覺得 傑西雷的後勢 我剩下一點 還要推動 對 傑西雷的後勢 有 傑西雷的後勢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